其实光晴跟罗伟员刚拿了一大堆豆腐渣工程 看了以后我们真的很难过 台湾人要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是这么的不可得 结果有一份最新的国际评比出炉了 我们看了好汗颜 可是总统府看了好开心 马上给你发新闻稿 这是什么什么排名呢 国际透明组织公布了2012年清廉印象指数 结果台湾的分数是61分 在东亚地区排名第4名 次于新加坡 香港 日本 不过比南韩还好 那么根据该组织宣称 及格的分数是50分 那马总统表示 清廉的政府才有竞争力 也唯有清廉的政府才能够获得民众的信任 所以各政府单位都要随时检讨 力求进步 都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你还在这样沾沾自喜 贪官 贪这种国内财 然后呢 一个年终未问金 你说不发 这种不合理的东西不发 你说这叫没尊严 这国家到底怎么了 我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 非常喜欢看那个四川的便年 我觉得那个很了不起 在我这个小小的心目上 我觉得怎么可以再短短 我明明眼睛盯着他看 但他怎么把他的脸 一个一张面具又一张面具 一直变化 后来我长大之后 尤其在最近 我发现四川便年没有什么了不起 马英九的便年 我觉得这个比四川便年还了不起 刚刚中心大哥花了一些时间 在讲信任 其实对我来讲 我认为台湾目前 就是存在信任的危机 你看不管过去哪一个人 在执政 国民党执政还 民党执政还 我想政府跟人民之间 那种不信任感 绝对不会超越现在 也就是说 现在民众普遍政府讲什么话 我不想讲放屁这两个字 但是真的就感觉就好像 政府在放屁一样 这大家根本没有人会去理会他 人与人的 这种不信任的关系 这个政府 他要推动什么政策 你看光我们过去太久的不要讲 光这几年来 从政所税开始 一个这么如此重大 曾经郭婉荣为了这个事情下台 这么严重的事情 可以一变再变 可以版本一修再修 连总统拍板定案的东西 到立法院都可能改变 最后改出来一个版本 也非原来 这个执政党想要去做的一个版本 修了一个似不像的版本 邮电双长 这是何等跟民生相关的议题 当我们媒体 所有的这个立法委员 所有的社会的这种各阶层的声音 不断地在指责邮电双长 今天台电终于要先改革 再来做的时候 马英九是带着康归往前冲 马英九在非洲 还告诉我们说一盏灯的故事 如果你真的要那么坚持 你回来你就不需要再改成说 不然我们再把时间往后延 你在做什么样的决策 直到最近的年终未婚金 我觉得年终未婚金 更是把人家临时致死 这感觉就好像什么 就好像感觉说 你这个人该杀一刀捅进去之后 人家说他不对 不应该杀 你又把刀就抽出来 说我杀错的地方 应该再刺高一点 你就不断地一个一个洞 一抽出来又刺 又抽出来又刺 拼命在那边做这个动作 你刚才就一刀给他毙命就好了 你干嘛抽进去 刺进去就抽出来 有时候刺进去还觉得说 好像少两公分 再深一点 整天就在干这个事情 我必须要讲 这种感觉 前两个 我收到一封信 我一小段给大家听 这是一个职业军人 他说 我以前是一个职业军人 也是领国家奉入的军公教 现在我已经是社会进入工作15年 就他退 这个职业军人退退之后 他继续在社会上工作 他已经工作15年劳工 他说我知道所有职业军人的辛苦 但是不应该 但不应该是把退伍后 没有从事君子 还在应该 还要继续领这个年终慰问金 军公教领的所有福利 都是辛勤的900万劳工的血汗 这不是理所当然 而是应该要感恩 这不是天事的 而是人民的恩事 更何况不应该为己 一时之力 而再留子孙 获延子孙 那后面他有一些政治上的看法 我就不念 如果今天政府没有办法 创造了这个环境 台湾社会还有什么希望 今天去法院抗议的 不是在野党 今天在法院面前拿着麦克风讲 司法不公平 司法有黑手 司法不公正 是自己政党 那自己政党都对司法没有信心 不信任了 那你要叫人民相信什么 你要叫人民对这个政府 还有什么期待 还有什么可以信任的 一个没有信任 一个有信任危机的政府 说实在话 未来我们台湾 他还有三年的时间要领导 接下来我们政府告诉你 他讲的话 他要做的承诺 他答应你的事情 你敢相信吗 你可以肯定 你可以大胆放心 政府不敢骗 过去政府就是保证了 大行人就叫政府保证 现在政府跟你保证 你相信吗 南投线的光 我必须要再提一下 公共工程委员会 我觉得公共工程委员会 实在是真的一点作为都没有 今天过去大家刚刚所提的 那我就不再重复 本来一个公共工程的品质 就是你公共工程委会最基本的 你看我们公共工程在这一阵子以来 从保险金 这个所谓的得标厂商跟保险公司 互相勾串 来诈领政府工程的这种旅约保证 的这种钱 公共工程委会做了什么 到今天为止没有看到做什么 我再举一个 我们每一年我们去 我们公共工程会 持续这几年都在推 推什么 推台湾要加入所谓GPA 这个GPA就是说 透过这个WTO架构 那个采购里面 我们可以去 我们的厂商 可以去国外标 国外的厂商也可以来台湾标 马总统当时要讲的时候说 这个为台湾可以带来什么 9000亿的美金的收入 我们这几年把它统计下来 各位可以发现 我们101年之后 用100年好 最近的一年 我们啊 我们的厂商到外面去 只标得6.6亿的工程 国外的厂商到台湾来 标得1488亿的工程 就签了这个之后 我们一开始跟大家 吵担说 好 这出去多好 签这个多好 出去可以做全世界的行李 结果我们政府 我们只做6.6 来到台湾 相对的嘛 我们可以做国外 国外也可以标我们的 人家标了1488亿 所以我必须要讲 这个就是我们的工程文会 这个就是我们的政府 讲的 讲的都整本机 做的都做没一趟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这个政府的一个状况 李朝青的背书 我最后一个结论 如果今天 站在政治的角度 作为国民党主席 要去替国民党候选人背书 我们无可厚非 每一个政党都一样 但是当李朝青先在2005年 当选县长之后 之后好几年 好几个事件 甚至县政府都被搜索了 你在2009年再去背书 这个我认为就有问题